晚上好 欢迎收看5月4号晚间的百革大事迹 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则新闻 政府会暂时停止聘请公务员 今天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马莫阿当向新州日报证实了这项消息 他指出委员会在4月22号接获公共服务局发出的信函 指示政府部门冻结聘请公务员 警察 军队 教育部等15个聘请公务员的机构都已经接到相关通告 马莫阿当表示 目前还没有任何已经开放申请的职位被取消 而已经进入面试程序 或者是已经招募学员参加职前计划的准公务员不受影响 这这是补选的新闻 宾州第一副首长穆罕默拉西宣布 为了鼓励选民返乡参与巴东普补选的投票 从外州特地赶回的选民 都可以凭票跟向公正党竞选中心索取车费 也是公正党宾州副主席的他说 该党将通过主办大型宴会筹募这项基金 巴东普补选的投票日将落在5月7号 另外明天则是云冰补选的投票日 这也是有关于补选的消息 农业部长早前说 如果明连在巴东普胜选的话 他不会批准当地的农业计划申请 这番言论引起许多明连领袖的抨击 并且指责他涉及会选 不过大马选举委员会主席阿多阿兹 向大马局内人声称 沙比里的言论并不是一项贿赂罪 他指出必须有证据证明 巴东普补选的选民被这番言论所影响 然后把选票投给国阵而不是明连 这样才能够构成出犯1954年选举犯罪法令 接着为你跟进日前在六大道发生的 一家三口夺命车祸 男死者的65岁母亲难过表示 他永远无法忘怀一天痛失三名自侵的痛苦 因此他不会原谅招获者 另外有指两辆涉案的Myvi 是来自脸书Familia Myvi俱乐部的成员 而该俱乐部代表承诺将和死者家属商量 筹款资助抚养死者两名女儿 直到他们18岁成年为止 对此男死者的25岁弟弟 听过俱乐部的承诺和解释之后 选择原谅招获司机 而目前死者的两名女儿 将交由这位弟弟代为照顾 最后是国际新闻 美国德克萨斯州 昨天举办了一场 以伊斯兰先知莫罕默德为主题的漫画比赛 但会场却发生枪击案 造成一名保安员被枪手射伤 两名枪手最后则招警方击毙 事发时赛场内的活动正在进行着 当局为了安全起见疏散人群 目前还没有确认枪手的身份 警方还在调查事件是否和漫画展有关 许多穆斯林认为 描绘穆罕默德是污鲁先知的 而世界各地都有因为描绘穆罕默德 触发的暴力事件 包括早前在巴黎发生的 查理周刊袭击事件造成12人上身 今天的大事记到此结束 谢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